牧師師母 弟兄姊妹平安 我是齊文自存區凱平小組的雅婷 今天很榮幸站在台上為神做見證 我是一個全職媽媽 我有五個孩子 我們一家人姓主已經五年了 但在五年前的時候 我們夫妻是曾要把四個孩子 送到寄養家庭送出去的孩子 但是感謝主就在那當時 讓我們遇到弟兄姊妹 教會的弟兄姊妹 在去年年底 上帝又再次赤了我第五個孩子 這一路走來 真的是上帝的祝福 在我信主沒多久的時候 居王之子的老師正在招募 我當下沒有想了很多 我就答應進入了服飾 自然而然我的孩子就跟著我一起在服飾上 但也在當中孩子有不願意或是不想來 可是因為當時爸爸的教育比較嚴教 所以他們寧可跟著我 也不要跟爸爸留在家裡 相對的 他跟爸爸 孩子們跟爸爸的親子關係也越來越的沒有什麼話題 可是孩子逐漸慢慢長大的時候 老大在國一時因為在青蟲沒有熟悉的同伴跟熟悉的人 遲遲不願意去教會 遲遲不願意去青蟲聚會 後來在一個暑假的時候溝通下 我說那你就去一個月 可是沒想到在這一個月的當中 神就在帶領當中 青蟲要開幸福小組 那莫名的他就被拉進去當同工 從此之後神就帶領他的生命一路的改變 現在週末假日 聚會就是他最期待的時候 因為他有很多很多的同伴跟很多好的同儕孩子們 當在我老二是家中唯一的男生 可是前面總是有一個很棒的姐姐 卻大家看不到他的表現 他常常想要表現他自己的好 可是心有餘力不足 也比較個性比較軟弱 容易為小事情哭泣 尤其是他在交友上的方面 他沒有辦法跟男孩子一起共同的玩樂 所以當他在國一的時候 他很期待青蟲的生活 感謝祖給他在那暑假的當中 有很多耐性的 還有很多幫助他的大哥哥們 讓他來到教會是如此自由自在 也漸漸的提升他的自信跟勇氣 這是他在學校當中無法感受到的 我們常常說 生教勝過言教 所以爸爸信主後也改變很多 他會用聖經的話語來教導孩子 聖經的故事來教導他們 但也要不斷不斷地常常來教導他們 也會陪他們一起上課 這次他們三個人也會再次參加 新勢力讀經班的創世經研經班 我們家老三個性比較特別 因為他在學習上會比一般孩子比較緩慢 在他小一的時候 感謝神 他的班老師發現他的一個特質 所以跟學校調整之後 讓他到學習中心上課 老實說他很特別的是 他的頭腦就像飛天書一樣 他沒有辦法把任何的字拼在一起 也許他知道國字是什麼 但是他不知道住音是什麼 所以感謝神在一路他小一開始 就是小班制的在主要課程上 讓他漸漸的他在學習上 開始逐漸的跟班上的程度 越來越好 有一天在小組結束後的時候 的晚上 他問我說 你知道我信主有什麼改變嗎 我說 哪裡不一樣呢 他說上帝給了我勇氣跟信心 讓我勝過曾經我不敢做的事情 現在他在君王智子的服飾招待 雖然看似是一個招待 小小的服飾 但是他不只是得心一手 在他身上有一個責任心 所以他每一次都會預備 他所有思考上 在他從頭到末了 他該做些什麼事情 他都在事先都會做一個 好像比六一樣 他就會思考一下 在他腦筋思考一下 我該做些什麼 然後越來越得心一手 我們老師的個性呢 叫活潑大方 無論對什麼事情 都會認真的完成 可是在去年的時候 意象敬拜老師邀請他參加意象敬拜 可是他辭職不願意 可是在這一年當中 神就在做奇妙的事情 老師今年再次邀請他 雖然告訴他說你可以試試看 但其實他心裡是很開心很期待的 所以在這當中神做了奇妙的事情 他每一次意象敬拜 他不只是自己練習 他還會提醒他的哥哥姐姐 你要記得練歌 你要記得練舞 讓他成為家中一個小提醒的人 都會在每一次每一個月 換敬拜的時候 歌曲的時候 他都會提醒 你練了嗎 你要記得練舞 你要練歌哦 所以我們說 所以我們說 正經在聖經章說 真言二十二章六節 教導孩子使他走在當行的道路上 就是到老也不偏移 我們父母就是教導孩子第一任老師 上帝再次賜給我第五個孩子 就是要我讓他從小 在聽您上帝的話語成長 所以我們一家都會讀經給他聽 所以我們今年的目標 就是全家人能跑完馬拉松 感謝主榮耀歸給我們愛我們的阿爸父神 最後我想說 無論你身邊有沒有孩子 或是是不是你的孩子 子女也好 不要想這麼多 暑期的方舟 現對生存戰 值得參加 無論哪一個提示 我真的真心感謝 這五年來 我真的是來到教會的起初 到這樣子 我真的很感謝牧師師母 對孩子們的重視 有這樣的君王之子的培育中心 讓我的孩子 一步一步的成長 也一步一步的幸福 謝謝各位 哇